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讲的题目是对耶稣的质问 我们一起要攻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2章23到46节 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语 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 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 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 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 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妻人 第一个娶了妻死了 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 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 末后妇人也死了 这样当复活的时候 他是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 因为他们都娶过他 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 因为不明白圣经 也不晓得神的大能 当复活的时候 人也不娶也不嫁 乃像天上的死者一样 认到死人复活 神在经上像你们所说的 你们没有念过吗 他说 我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神不是死人的神 乃是活人的神 众人听见这话 就吸其他的教训 法利赛人听见耶稣 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 他们就聚集 那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 要试探耶稣 就问他说 夫子 律法上的诫命 哪一条是最大的呢 耶稣对他说 你要尽心尽信 敬意爱主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诫命 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 耶稣问他们说 认到基督 你们的意见如何 他是谁的子孙呢 他们回答说 是大卫的子孙 耶稣说 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 怎么还称他为主 说 主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把你仇敌 放在你的脚下 大卫既称他为主 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他们没有一个人 能回答一言 从那日以后 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 亲爱的好朋友 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个人 在生活当中 我们的确会遇到 各种人的提问 买东西 那个店家也会问你 你要的是什么款式啊 什么材质啊 我们也当然会为人家 这个价位多高啊 我们在学校读书 我们也会提问啊 或者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我们问路人啊 路怎么走啊 我们在生活里面 在说话的当中 问问题 想知道答案 是常有的 是经常的 但有一些是出于善意 有一些却是恶意的攻击 耶稣在这一段当中 也给了我们 很大的榜样 与帮助 所以感谢主 我们读圣经 不是只是读了圣经中的 一些道理 真理而已 我们看到 耶稣道成肉身 就像我们一样 面对生活 各样的处境 景况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有些是善意的询问耶稣 例如说 我如何得到永生的问题 也有是刻意恶人的攻击 要抓耶稣的把柄 但耶稣却给我们 很好的榜样 他以智慧为是 耶稣在讲的时候 可以直指人心的问题 提供答案 甚至对恶者 耶稣变成一个主动的回应 导致恶者 哑口无言 也凸显他的诡诈 他的恶意 所以读神的话 好宝贵的 亲爱的好朋友 弟兄姐妹 我们愿不愿意 每天都花时间 来读上帝的话语呢 在里面有智慧 在里面 圣灵也会感动我们 有恩高 有能力 来面对 每一天的说话 有时候 我常常觉得 我们基督徒的说话 是有能力的 我们基督徒的说话 是可以带来医治的 带来祝福的 同时 我们基督徒的说话 也会来堵住 那有心人 想要抓我们一些语病 那可以不单单 让他止住话语 而且也让他 可以看到 这位又真又活的神 是公义的神 在第一大段 二十三节到三十三节当中 这里讲到 复活的问题 那这里特别讲到 当时有一群人 我称呼他是 沙都该人 那沙都该人呢 是在犹太教当中 比较理性主义者 那他们试读摩西五经 可是对他们来说 他们觉得 人死了就死了 怎么会有复活的事呢 所以他们的心里面 因着自己主观的认知 因着他们自己的经验法则 因着他们的理性思考 主观的 封闭的理性思考 他们就否定了 复活的事 认为人死了 就像华人说的 民俗讲到的 人死如灯灭 所以人死了就死了 怎么会复活呢 所以他们不相信有鬼 因为 在当时可能也有某一种的 对天使或鬼的一种 这种错误的认知 以为人死了会变鬼 这也是我们华人文化民俗当中 我们基督徒要全力 把它翻转的部分 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 人死不会变鬼 人死了还是人的 各从其类 对不对 创世纪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各从其类 所以人 就算死了 还是人的 得救的人 在天上与主享受何等的荣耀 还是人 不得救的人 刚应心的人 不愿接受耶稣基督 做救主的人 死了还是人 他在阴间在地狱 永远以神隔绝 人啊 受造的天使 他只是变成鬼 受造的天使犯罪之后 犯堕落的天使 他还是有天使的这种 只是他是堕落的天使 我们叫他邪灵 或说是鬼 污鬼 所以鬼他是堕落的天使 不是人死了变的 那在当时犹太人里面 可能也有这种错误的 一种偏差 好像他们 所以他们不相信有鬼 也不会有天使 因为经历不到嘛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 经验不到 不等于不是真理 因为人受造在时空界当中 是很有限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思想 上帝的三位一体性 基督的神人恶性性 神人恶性 怎么又是神又是人呢 耶稣是父 这位上帝是父子圣灵的那一位 是独一真神 什么又三个不同的位格呢 这里面就看到人理性的极限 原来我们需要一个信心的跨越 在上帝的恩典与应许当中 凭着信心去领受 我们就真知道上帝是父子圣灵的那一位 基督耶稣是完全的神 又是完全的人 所以这叫信仰 信仰就是在上帝应许当中 凭信心的接受 信心的仰望 当我们心中一阿们 我们就真知道了 好 这群撒都该人 他们是理性主义者 他们虽然接受摩西五经 但是他们的经验 他们的理性 会大过圣经中的真理 好 然后看重现实不顾将来 所以他们对耶稣的提问 好 在当时旧约时代 犹太社会制度里的一个律法的问题 是关乎这个弟弟为哥哥 律世的一个律例 好 在当时 当然今天我们不会那么做了 可是在当时是为了保护寡妇 还有保证家世 朴系得以延续而设计的 如果哥哥过世了 太太就守寡了 可是他哥哥就没有后裔 所以在当时的 因为信仰带出的文化的一个模式之一 弟弟有责任要为哥哥立后 所以当娶这个哥哥 等于是娶这个哥哥的妻子 好 那当时的撒都该人 就想了这么一个问题 有七个兄弟 然后哥哥死了 太太守寡 然后弟弟娶了这个寡妇之后又死了 每一个都死了 然后说在天上 那到底谁是谁的 他的这个寡妇的先生 就想出类似的问题 其实人的理性 在封闭跟扭曲的当中 也会有这样的讨论很多 就包括在现代的一些神学的思考当中 有人也提问 一个针 一个绣花针的针头上 很尖的那个针头上 可以站立多少位天使 这个问题不是很荒谬吗 天使是受造的灵 怎么会受时空限制呢 好像也有人 这个也有讲 上帝会不会创造一个大石头 把自己压死 如果上帝是全人的 他当然可以创造大石头 可是上帝如果被自己的 创造的大石头压死 他就不是神 当然今天我们不是来讨论这些问题 但都有答案 但我们要说 人在封闭的扭曲的理性里面 是无法得出真理的结论 真理是必须要在上帝的特别启示当中 而这本圣经就是上帝的特别启示 我们阅读神的话 就更明了神的真理 所以真理使我们得以自由 真理使我们的生命更为丰盛 所以当时的撒都该人 就跟耶稣提问了 所谓有关复活的问题 来以当时旧约时代的 一个延续指示的条例 来质问耶稣 他们虚构了七兄弟娶妻 在都没有指示的情况之下 这七个兄弟都死了 将来谁是这妻子的丈夫 他们的目的也只是想凸显复活的荒谬 因为他的理性通不过 基督信仰成全了理性 他不是凡理性 基督信仰不是非理性的信仰 他成全了理性 因为人不是终极的 在理性的认知当中 人终极的 他其实是有理性 情感 意志 所以圣经说要尽心 尽信 尽意 尽力 爱主你的神 好 人在不认识神的情况之下 理性是断绝的 是扭曲的 是封闭的 是找不到答案的 于是撒都该人 就用这错谬理性的一个提问 来质问耶稣 但耶稣怎么回答 耶稣把真理的话讲出来 也感谢主 我们从一个角度 也谢谢撒都该人的提问 那我们对 这个复活有更深入准确的认识 耶稣怎么回答 当复活的时候 人也不娶也不嫁 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 但我们不是变成天使 有时候我们的口 有的说法里面 这个小朋友这么小就过世了 他到天上当天使去了 这不是真理 人永远是人 死了还是人 天使永远是天使 邪灵是堕落的天使 说是鬼 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 复活的时候 人嘛 还是人 所以耶稣肯定 人会复活 可是在天上的人 不像地上的人 虽然还是人 但不娶 不嫁 没有婚姻的问题了 那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 所以耶稣简单 有利 又是真理的回复 驳斥了当时撒都该人 不幸复活的错谬 原本撒都该人 要来质疑耶稣 想要推翻 有复活 人会复活的这个错谬性 结果耶稣 把他整个的翻转过来 而且肯定了 人会复活 因为人的受造 本来就不该死 死是人犯罪的结果 人本来就有永生性 有永恒性 所以撒都该人的质疑 是被自己的理性蒙蔽了 所欺骗的 所以耶稣直指人的永恒性 所以因为复活 是一个永恒的一个呈现 所以当时耶稣也讲述了 人在天堂的真理 这是非常重要的论述 讲到每一个人死亡 我们看到的死亡的现象 没有呼吸 没有脉搏 没有心跳 没有体温 僵异 其实不是结束 我们还有一个灵魂的问题 而且将来还有审判 还有永恒的问题 这个永恒也包括 得救的基督徒的永生 还有没有得救者 永死 那个死不是幻灭 死是与神隔绝 圣经中对死亡的定义 是与神隔绝的意思 好 我们接下来再看到第二大段 在三十四节到四十节 这里讲到最大的诫命 有一个律法师 他一定是自己认为 摩西的律法 他已经融会贯通了 他非常熟悉 在当时摩西律法的诫命 这里我也很有意思 我们常常讲法律 可是当时在翻译圣经的 这些宣教士们 他们刻意的把它翻成律法 这个律法就有别于 今天我们所谓的法律 因为法律可以更改 因为人的决议就可以更改 但是法律可更改 神的律法不可更改 所以这个律法师 想要问倒耶稣 因为他觉得他的学问 是很圆满的了 摩西律法他胸有成竹的 于是他刻意的在群众面前 想要让耶稣出囚 就问耶稣说 老师啊 夫子啊 律法上的诫命 哪一条是最大的呢 耶稣马上回答说 爱上帝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条 而且是最大的 其实是爱人如己 这两条诫命 是律法和先知 一切道理的总纲 哇 耶稣在没有任何 预备的情况之下 被这律法师的临时的提问 当然律法师已经处心拘虑 酝酿多时 故意要来责问耶稣 给耶稣难堪 但耶稣马上当下的回答 准确的回答 让这律法师哑口无言 而且也指出他们心中的没有爱 也指出他们生命中的亏缺 老是以那些 所谓的这种 垄断的 神的话语的那种知识 已经不是神的真理了 因为神的话语里面 是带有爱的 带有生命的 可是他们以为 拥有了这种话语权 就自高自满 成为一种地位身份的象征 耶稣直指他们的问题 好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不要像这些 律法师文士法利赛人一样 空有圣经的知识 可是活不出那属灵的生命 到了第三段 我们就看到在41节到46节 那耶稣是谁的子孙呢 之后耶稣啊 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后 就反问这些律法师 反问这些文士法利赛人 那耶稣是谁的子孙呢 他们虽然会回答是大卫的子孙 因为这里的基督是一个专有名词 基督是希腊文 翻成希伯来文叫弥赛亚 翻成我们中文 我们这个华人的说法 就叫救世主 所以基督就是弥赛亚 就是救世主 讲到基督 因为当时是讲这个希罗文化 讲希腊话 所以他们用基督 那如果讲到弥赛亚 大概就在犹太人的族群 他们会来称呼弥赛亚 但是在这个帝国的一个时代 罗马帝国的时代就叫基督 那我们中文翻译叫救世主 那他们很清楚的知道 基督是大卫的子孙 但他们却没有办法解答 有关于我主的问题 因为大卫自己也说我主 他怎么会跟他的后代说我主呢 可见大卫在诗篇当中 讲了一段预言 预言的问题 今天我们基督徒当然知道了 因为弥赛亚要从这一位大卫 大卫的后裔而出 所以当时很多的人 那些长大麻风的 这个最弱势的团队 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们吧 这个大卫的子孙 就是一个专有名词 犹太人一听就懂 表示这些长大麻风的 这些生病的 这些瞎眼的 他们认定耶稣是那弥赛亚 可是那些当家做主的宗教领袖 却不敢承认这是事实 每一件事都直指耶稣是弥赛亚 反而那些需要者 可目者 知道这位在圣灵的感动当中 他是大卫的子孙 好 那我们基督徒当然知道 这个大卫当时所讲的 我主的那个含义 那主对我主说的第一个主指的是我们这位 耶和华上帝 而第二个主是指弥赛亚 这是对基督徒来讲 在基督信仰当中 这是很容易解答的事 可是对法利赛人到今天的犹太教信徒是无解的答案 所以主怎么会对我主说呢 那今天我们读圣经 很清楚的知道 好 这个第一个主是指耶和华上帝 第二个主是指弥赛亚 那这样子就清楚了 所以 把耶稣当成弥赛亚 我们从旧约到新约 所有弥赛亚的预言 清清楚楚一目了来 可是我们拒绝耶稣是弥赛亚 我们读旧约都会 不单单他们反对新约 旧约他们都读不通的 保读摩西里五经 保读旧约书卷 可是他们在找的弥赛亚 不接受耶稣基督 就永远找不到弥赛亚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他们也在读圣经 也是很迫切的 很认真的 可是心中有成见 所以他们没办法找到弥赛亚 而我们读圣经 因为信以至于信 基督的内住 圣灵的引导充满 我们读圣经 就读到神的真理当中 就读到永生的理念 就读到耶稣基督的自己 吃进去成为我们灵粮的供应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当耶稣反问的时候 其实耶稣也在自我的宣告 我就是那位 你们所等候的弥赛亚 而这群质问耶稣的人 不敢回答 不敢回答 好的 所以当时我们看到 这些法利赛人 仅能根据字面上的解释 说知道弥赛亚就是大卫的子孙 但是对这位已经就站在他们面前 道成肉身的耶稣 他们不接受 他们也对大卫被圣灵感动所所下来的话 也不求圣解 想破头 明明知道有答案 但是他们就不愿意接受那个答案 所以人在基督之外 会充满各样真理的疑惑 但在基督里却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有时候我也会觉得 多少最聪明的科学家 在探究人类起源之谜 他们宁愿相信进化论 可是进化论无解 找不到中间证据 圣经写得很清楚 人是按着神的样式形象造的 当我们接受我们是神的形象样式造的 把人带到无上的尊荣 何等的荣耀 真正的人权是接上基督之后 而被赋予的 可是人不想接受 人是神的创造的结果 在这个进化论的思想当中 人就被物化了 非人化了 被解构掉了 圣经里面的答案很清楚 耶稣说 我就是我士 他就是那一位等候的弥赛亚 已经在他们当中了 可是他们拒绝 他们的头脑太大 理性的偏差 导致拒绝这位弥赛亚 求主帮助我们 那我们的心是柔软的 我们是回应神的 所以我们思想 为什么耶稣所讲的这两条诫命 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呢 就是这本圣经 这个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要讲到爱神 要讲到爱人如己 爱人如己也可以拆开成两部分 要先得到神的爱 爱自己 我们才能够去爱别人嘛 将心比心的意思 好 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来求神赐福我们 至圣的父神 那我们对你的认识 不是理性的结果 我们对你的认识 是在你的应许当中 透过圣灵的引导充满 读你的话语 就真知道你是谁 那我们顺服 那我们因为信 以至于信 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 你内住在我们心中 使我们解开 心中一切的生命的迷惑 真知道 你是内未创造宇宙万有的那一位 因为真理 那我们得以自由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